所以中国人最痛恨的是什么人 就是树典望主的人 你连祖先都不认 那你有钱干嘛 你有事干嘛 你神的一大堆人干嘛 中国人最讨厌就是不认主宗的人 树典望主 第二种是什么 奇失灭主 现在当然树典望主的人比较少 但是不敢 但是歧视望主的人越来越多 老实讲当初八国年金进来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毁掉我们的渔和园 把圆明园毁掉 很多人不了解 现在又恢复圆明园了 各位你要了解任何事情 四个字是最好的办法 叫做将心比心 八个人金都是外国人 一到了北京 他看到我们的渔和园 他是非常恭敬的 这是中华文化 我们不能动它 一看到明园他就火大了 我们家东西你全搬来了 就废掉了 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去请留别人 但是外国人对我们是怕得要命 我前不久到马来西亚 到了马六甲去看镇河纪念馆 当时很多欧洲人在那里 欧洲人看到我们中国人 他就很客气过来打招呼 他就问一个问题 那问题我们听起来是非常奇怪的 他说镇河真的到过马六甲吗 这就奇怪吧 那我们就跟他讲 这个纪念堂啊 纪念是马来人做的 不是我们中国来建立的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呢 他说你不管 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 镇河是中国人 我们说对 他真的来过马六甲 我们说对 他还是摇头 我不相信 我们说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他说你们如果那么早来的 为什么不会把马来西亚 当作你们的殖民地呢 我们就觉得好笑了 说我们中国从来没有 把别人当作殖民地的观念 从来没有 只有你们才有 你看英国到处都有殖民地 最后呢 一场空 就说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明白这个 你强制地去占领人家的土地 有用吗 没有用 一点用出都没有 白忙一场 他们不肯气 我们中国呢 自古以来就是帮助人家 你缺乏东西 我提供给你 你对我有好 我对你更好 你看现在我们又回复了 我们全世界去帮助那些 发展中的国家 虽然我们自己也是发展国家 不过从而是发展国家 我比你稍微好一点点 我就开始要帮助你了 那西方人 他感觉很奇怪嘛 你真的假的 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 让西方人真正去了解的地方 我们最讨厌就是欺负弱小 你看我们讲的话是 男不与女斗 这句话其实不是轻视女性 而是保护女性的 那男人个子总是粗犷一点 力气总是大一点 如果没有这句话 那男人看到女人就打 女人一定倒霉 所以我们自古就说 男不与女斗 你再有道理不能打 那就对了 欺负弱小 那是羞耻 我们的历史 只有灭人的宗庙 从来没有灭人种族 从来没有 所以有些 民族老是怕我们会 把他们灭族 这是多余的 不可能